强势元老林正英,搞笑大咖利苏,他们俩在这片与世隔绝的非洲大陆,会发生哪些让人蓬富大笑的事情呢? 今天,闯歌就给大家带来这部笑到不行的非洲和尚。 林道士和阿森正在参加远在英国的拍卖会,两人将阿森家的祖宗派下来,准备运回国内安葬,结果半路飞机遇到浓雾天气,罗盘失灵迷失了方向,燃料也快用完了,没办法只能减轻飞机重量,于是他们把飞机上的饮料扔了下去。 但是无济于事,只能跳伞,但飞机上只有两个降落伞,这个老外拿着枪威胁他们交出其中一个,但殊不知,林道士早已将这个降落伞调包。 两个降落伞,一个给了祖宗,另外一个,俩人一起用。 与此同时,一群人正在抓捕非洲少女,被利苏看见,善良的利苏解救了他们。 利苏正在和这群人的头领理论,就被一只从天而降的可乐瓶子砸中,结果引发了冲突。 在逃跑的过程中,遇到了这位从天而降的祖宗,祖宗把这群人吓跑后,就被利苏带回了自己的家。 这利苏还是有点道士天赋的嘛,他发现祖宗会朝着铃铛响的方向跳,这个祖宗在利苏眼里就像是上帝一样的存在。 同时,他们也救了这位受伤的坏女人,把这个坏女人放在车上,准备开回自己的营地。 利苏说他以前开过车,对他来说,小菜一碟。 这帮兄弟怪利苏不会开车,但利苏哪能轻易认输,一定得向兄弟们证明自己会开啊。 你看,这不开得挺好的吗,文德一匹。 你这个操作你要帮我再碎。